出了枪声 而且已经是第三度断网了 军方逮捕到五名记者 虽然军政府是持续的部署装甲部队 但是民众还是继续在坦克旁举牌抗议 声称绝对不接受军事政变 抗议民众包围缅甸北部一家电厂一整天 但14号深夜军人突然发射催泪瓦斯和开枪 现场枪声四起民众慌忙逃窜 目前还不清楚军人发射的是塑胶子弹还是实弹 但已知现场至少五名记者被逮 军政府随后还第三度全国断网 直到15号才逐渐恢复 缅甸示威风起云涌在全国各地发酵 军政府也不甘示弱派坦克进驻 包括仰光的法院市政府 和央行外都有坦克部队驻守 但抗议民众继续在坦克旁呼口号 举牌抗议声称是和平抗争 原本传出翁山苏基将在15号获释 但律师表示法官将羁押翁山苏基到17号 仰光还有民众为日前在示威中 遭到警方枪击头部的20岁少女 举行烛光会 少女目前已经挠死 但她的家人仍不肯放弃她的维生系统 示威民众表示即使有人倒下 他们也会继续抗争 记者好爱猪 送我报道